嗨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跟記錄 台灣的國民泡麵 那我們這邊要介紹的是 維麗大乾麵 紅油淡淡風味 好那說起這款泡麵呢 印象中在我 念專科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是1999年的 那個年代呢 那那時候 我第一次在學校的販賣部呢 看到這個泡麵 那那時候對於我來講 那是一個新產品 再加上它上面寫說 維麗大乾麵 又是紅油淡淡 好像又 一點那個 辣味的 再加上當初的封麵呢 看起來又很吸引我 那那時候就買回來吃 那首先我把 袋裝的那個 打開之後呢 發現裡面竟然有 三包濕的那種調味包 然後還有一包乾的就是 喝湯的時候的那個調味包 OK那我就覺得這個麵還蠻 神奇的 竟然有這麼多調味包 後來把這些調味包全部加進去混合之後呢 後來發現它那個麵吃起來的感覺 非常的有層次 那它的辣味呢 也非常的順口 那我覺得 它的這個不管是麵的搭配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麵提啊 調味包啊 這些吃起來就是非常的讓人家印象深刻 那所以就 自從那一次之後呢 就一直吃到現在 好那我覺得它這個也是出很久了 那所以 我是覺得也蠻值得介紹給大家 好那 這一款 維麗大乾麵呢 目前的版本來講的話呢 它已經把那些 當初我講的那個三個 絲的調味包已經整合成一個 調味包了 所以裡面就只有一個 湯的調味包 乾粉 跟一個絲的 就是那些醬啊 全部合在一起 OK那 封面的話也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這個也是他們最新版本的 大乾麵系列的 這個封面 好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它的 那個 碗莊的 上面的部分 那上面這個封面呢 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這個麵 這樣把它撈起來 那看起來就很好吃 好那 這是它的正面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它側邊 OK側邊這邊也有 它這個麵撈起來的這個意識圖 然後我們看它的營養標示 OK它的營養標示 如果這一碗吃下去的時候呢 會得到537大卡 的熱量 然後它的鈉含量是1365毫克 OK 這兩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所以是 鈉含量是蠻高的 那它是 製造商是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OK所以是他們家自己製造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側邊的部分 好那這邊有它的品名跟相關的這個製造 成分可以看到 那它製造成分其實台灣的泡麵就是 一大堆 富方的產品 OK所以 不管是調味油包還是麵體呢 其實都添加蠻多東西的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順便把它記錄起來 讓大家知道目前這一款 它裡面的一些文字的一些介紹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把這個麵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麵基本上 因為它還有附湯 所以說它裡面還有一個那個湯包的調味粉 所以這個的話呢 外面這一層碗 他是 等一下來喝湯的 那中間這個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 好有這個調味包 OK所以現在已經全部整合成這個調味包 之前的話我印象中有一個 類似醬油還有一個紅油 它好像全部都分開來 那現在全部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呢這一包是湯粉 湯包 就是等一下泡湯用的 然後這是它的麵體 好可以看一下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麵體 這是它的調味包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來泡一下這個泡麵 那我們順便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種湯面要怎麼泡 也去記錄一下 好那在泡大乾麵 這個時候呢 我們 我們要先把水 先泡到那個 先沖到這裡面 那這個醬料呢 都是事後才加的 先不用加醬料 所以我們先來泡這個 那我水的溫度是90度 好那我水先大概泡到這個量 那我們先把 這個 先蓋起來 那這個也放上面稍微壓著 那如果你要讓這個醬呢 如果冬天要更好倒的話 建議直接放在這個上面 好那這樣它等一下加溫之後那個醬 一下就可以把它倒出來了 就不會凝結在上面 那也可以倒得比較均勻 好那我們先到這邊 等待泡麵完成 好那我們這邊泡麵泡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把調味包 事後再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水要先倒出來 那我們水的話就可以當我們的 湯包的湯麵 那我們先把那個 剛才泡的那個水先倒出來 好倒完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這個湯包把它加進去 好那就是湯包好他 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我們剛才那個麵 那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剛才那個麵 這個調味包把它全部倒進去 好 然後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倒一點水下去 這個湯倒一點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把它開始攪拌 然後攪拌均勻 好那我們攪拌完成之後呢 可以看到現在目前麵體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拉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它的麵體 聞起來跟吃起來它的口感其實都很不錯 那這個是乾麵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湯的部分呢 湯它是紫菜湯 可以看到裡面有這個應該是海帶的部分 所以應該是海帶湯啦 不是紫菜湯 那以前我記得剛開始的版本是有那個豆腐 它有乾燥豆腐跟那個海帶 那現在沒有豆腐的只剩下這個海帶而已 那湯的味道也不太一樣 跟我印象中剛開始吃的時候不太一樣 那這是麵的部分 麵的話其實味道有點改啦 因為畢竟它把所有的調味包全部合在一塊 那其實味道有點改變 那個人還是覺得這個味道還是不錯啦 那應該也是我會吃泡麵的選項之一 好可以看一下它這個麵 大概是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大乾麵紅油蛋蛋 跑出來還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邊就介紹這個微粒那個大乾麵紅油蛋蛋風味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